我叫胡明浩 目前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研究生三年级 本科与研究生都来自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院 波书顿大学拿到国际商法认证和法学英语认证 目前在清华大学读法律硕士二年级 我现在在牛津入读法学哲学硕士项目 我于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毕业 我在香港大学法律文科荣物毕业 毕业于苏州大学的法学专业 那你如何来让我幸福 我非常强的意愿就是我这辈子 我就是想要搞法律这件事情 可能从大二开始就比较坚定地想要做律师 变成一个更加靠谱的律师 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还是非常向往这个行业 对法律的认识逐渐加深 但现在是从内心的一种认同 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 今年二十四岁来自香港 我在香港大学法律本科荣物毕业 复修会计 本科时期我获得IFA Taxation Prize 和PWB Memorial Prize两项奖学金 我主要有三类型的实践经验 包括大律师 事务律师 还有法律行政人员 我也是模拟法庭的导师 我希望用我的法律知识和创新的想法 为人民服务 谢谢 因为你已经毕业了 也完成了PCL 那我想要明白的是说好 你纯粹只是想要来体验一下 还是说你真的是会想要申请 今天香港办公室的training offer 与其要我选择当一个事务律师 或者什么领域的律师 我会说我想在将来 在大湾区或者是内地 去发展我的事业 我觉得我身为香港的同胞 我们香港是国内唯一的普通法地区 我就觉得我有这个空间来 内地发展 所以我这次来其实不只是是想要体验一下 也是为我未来要加入这个内地的法律 是常铺路的 我不会是过来玩玩就算了 我会努力认真 我的目标是争取你们的offer 哇 好棒 他想得很清楚 目标好清晰 挺好 我觉得他很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然后在这过程当中 都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首先态度是诚恳的 然后对自己做律师这个也是比较坚决 我觉得他的回答还是淡定的 还是淡定的 对 成熟度很高 对 比较诚恳 各位律师好 这是我的简历和一些能体现我的法律写作和 法律检索能力的文件 请各位律师过目 谢谢 好后一本 我叫胡明浩 目前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研究生三年级 本科毕业于山东大学法学专业 在2021年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法律法学专业 我一共参加过四次JESUP模拟法庭竞赛和两次茂仲威的竞赛 在2023年举行的JESUP国际赛中 我们取得了国内赛的季军 并且我个人取得了全球赛的前50强变手 我们撰写的法律书状在全球取得了第21名 中国选手中第一名 第一秒 这个在法律专项的辩论赛当中已经很厉害了 我们山东的骄傲长得还挺帅 在科研方面 我担任世界贸易组织任命的专家组成员Azif Khreshi教授的科研助理 您右手边的下面那份资料 就是我跟其他两位科研助理一起撰写的Azif Khreshi教授 即将出版的一本专注中的一章 苏松和仲裁的区别是什么 说说看 仲裁的话只要有一份有效仲裁协议 就可以到仲裁院进行仲裁 但是苏松的话还要考虑协议管辖和级别管辖的一些限制 补充责任和连带责任的区别 补充责任的话是有一个顺序的 是要由第一个债务人首先承担责任 不足的部分再由债务人来补足 你有条乐了条例很清晰 标准的传统中国法律教育的学霸 对 基本功过硬 学历扎实 所以在这个案子里 你为了承担责任的话吗 是 如果你是答应的 你怎么会把你的谈论 第一个 我会说 当第一个党协议会被承担 非国家演员不太强 但未经议会被承担任的话 他必须保护生命和保护性 坦白留秀的 无死角 他英文还是很好的 他真的很稳 但是他又不是特别张扬的那种性格 目前最好的 感觉上应该是目前最强的一个 回答应答 以及这个语言表达能力 我觉得已经彻底过关了 这个简历很漂亮 这个简历在今天都挺少见的 然后长版也很明显 彻底过关了 然后的话呢 比如说肖阳 我对他的学术能力 我觉得没有就是担忧 各位律师好 我叫肖阳 我现在在牛津入读 法学哲学硕士项目 主攻知识产权法 我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 同时取得了法学学士学位 以及法语方向的文学学士学位 本科期间呢 我还有幸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 全而奖学金资助 前往法国进行 为期一年的法国法律学习 我也先后在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工兴部下属的新通院等机构 辅助研究工作 此外我还发表了两篇 全英文的学术论文 所以我发现 你两个文章 然后可以告诉我们 是的 是的 我的第一个文章 哇!好伦伦桥 标准英伦口音的 这是文章上作 《世界门法性法》 然后探讯 能否有机构为 用监制的导致 我很专业的技术 但我开始 专业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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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太优秀了 好强 一路走的是一个 学术研究的风格 那他会不会 就实物上 实物上是不是 对 去做这个课题的话 可能在时间上面 包括你的一些表述上面 可能就会影响 他是做法学研究的 好像理论多一点 他这个 在法理上很严谨 但是实操上 会遇到一些账 对 对他来讲 都香港发的 尤其是保险合同 当中的那些条款 我估计对他来讲 可能 对吧 就算同样的意思 可能在香港 也是不同的表述 这一把 无论如何 他是占不到任何陷阱的 你会不会担心 你的普通话 然后会成为你生活 或者工作当中的 一个挑战 你们觉得我普通话 讲是怎么样 他普通话挺好 讲的基本上 我都听懂了 你的书写呢 书写还可以 没有问题 我必须跟大家承认 我对内地法学 这是没有正式学过的 但是其实我自从 收到面试通知以后 我真的有在看 内地法律的一些书 我自己也有在做一些笔记 我可以让你们看一下 我都记在这本字里面了 我就每天随身带着 希望自己起码有一个最基本 对内地法律架构的认识 当然他写的都是英文的 就是我相信 他如果到了他自己 所熟悉的领域 他应该表现的 还会不错的 成熟度是放在这儿的 但是你要是在中国法的 这个框架内 然后按照现在的 这样的任务的一个板块 去进行考核的话 基点制对他 对 但天下没有绝对的公平 对 现在的世界上 也不可能特别地去为他 做一些特殊的设计 倾向于他也不可 我觉得不能小看 胡明浩在辩论中的 大赛中的经验 和这种空场的能力 在我的课余时间 都用来参加 模拟法庭竞赛 我一共参加过 四次Jazzup模拟法庭竞赛 和两次茂仲威的竞赛 在2023年举行的 Jazzup国际赛中 我们取得了国内赛的季军 并且我个人取得了 全球赛的 前五十强变手 黄凯还是比较有感觉的 对 他说 我觉得金权那方好大 完了 只有黄凯一个人 还没交呢 他都没交 好吧 哎呀 哎呀 我看着黄凯有点心疼他 我看着黄凯有点心疼他 他可以去问他们要一个标准版啊 这有什么呢 对 我觉得这个时候 就是需要自己去争取了 勇敢地 再问一下 对 就应该去问 老师 是不是 今天不能 今天下班了 好的 再见 满脸的失落 这个确实打击太大了 而且如果是焦立板上去 已经看过了我觉得还好 但是他这个 就是因为积累不够 可能更加地不自信 他在个巨大的黑箱里 所有人的他都不知道 他的他也不知道 对 他有点不太自信 刘律 对 那我先回去了 没有工作了 你们可以下班了 好 他一直想找一个 对 想要去问一下 我明天会在工会上放一个 手办 什么 什么 没有找到 我 只是 一种 选择 就是别人都很轻松了 但是只有他是没有获得什么 所以他今天就特别失落 就是别人都很轻松了 你呢 哥 你呢 哥 你呢 哥 他没有听他们两个在说什么 各位老师好 我叫黄凯 今年二十八岁 目前在清华大学 读法律硕士二年级 本科毕业于福建医科大学 专业是康复治疗学 有过两年多的医院工作经历 他学医的 学医的 这才是底 你是怎么会在工作以后又想到来读法律的呢 因为我是我们村子里第一个考出来的大学生 然后高考出成绩当天 他给我打了一通电话 他当时给我的建议就是说 你要学医当老师 因为可能在 就我是农村的 我家也是小县城 然后他可能认为在这种地方出去的孩子 你可能选择这样的路径是比较稳妥 对 但是当我选择医学以后 我发现我读大学这几年并不开心 然后等到毕业以后 我就有遇见一些优秀的人 可能对我的价值观产生了一定的改变 他对我说读研挺有必要的 所以当时我就有考研 一共是考了五次研 五年 读研期间 我原本的职业规划是走体制内 因为我研究生毕业的年纪是三十岁 这个年纪再去做律师的话 面临的挑战会更大 所以我一直没有勇气向律所投递简历 当我看到贵所这一次招实习生的时候 我想勇敢且尽全力的争取一次 不让自己后悔 如果你来做实习生做律师开始 你这个年龄可能跟人家 刚刚本科或者硕士毕业的 那是处在同一年级的 能不能接受我是从一个年龄比人家大 但是我是从零开始跟人家一张白纸 跟人家在这个来过上的竞争 老师关于这个心理的话 其实我在读研这一年 我自己已经就是调整好了 读研的时候我同学 几乎都是小我四五岁 对对也是 在这个过程中我一开始可能会觉得 就是你大龄读研 你会有自己痛苦的一些地方 但其实时间就了 你发现你的人生是跟自己去比 我如果老师跟别人比 我会成长得更就是更没有那么好 但我跟自己比的话 我会发现我达成了我之前所向往的 而且也有很多律师 他们可能在我这个年纪才开始做律师 我觉得是可以去做好的 但是话说得容易 真的做起来很难 但是话说得容易 真的做起来很难 这些是一个课题 就是谁先教 然后谁可能就会先通过 反正我没有到前两名 就是他直路前两名 第一名是牛津大学 然后第二名是北大的 跟我一起住的那个姐姐吧 就是是港大的 就然后看了一下他们写的案例 写的确实挺好的 很有差距 没关系 没关系 多想优秀的人学习 就是抱着学习的心态 谦虚一点 对 重在过程的体验 不是结果 知道自己拿什么补足才能补足呀 对对对 各位律师好 我叫许文婷 今年是24岁 我的本科与研究生 都来自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院 先后在冒重杯国际仲裁 谋底法庭参与了相关的比赛 然后也在北京仲裁委员会 进行了实施 他有做诉讼的前置 对 表达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 对 临场反应 基本带人揭舞能力还是不错的 对 是的 你好 你好 各位律师好 各位是我的简历 好 谢谢 我来发一下 各位律师好 我叫肖杨 我现在在牛津入读 法学哲学硕士项目 主公知识产权法 我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 同时取得了法学学士学位 以及法语方向的文学学士学位 本科期间呢 我还有幸获得 国家留学基金委的 全而奖学金资助 前往法国进行为期一年的 法国法律学习 此外 我发表了两篇全英文的学术论文 并在 Oxford University Common World Journal Stanford Law School 传的Guarding Cases等期刊项目 担任编辑或者是助理编辑的职位 以上就是我简短的自我介绍 这是学霸型啊 你可以用比如说法语 然后做一个你自己的自我介绍吗 你好 但我需要在 在国际的民众业务联系 在国际的民众业务联系 挺好的 我完全听不懂 我听懂 你看这个词 大概意思就是 跟我最开始的 中文自我介绍差不多 从你的实习和实务经验来看 我看比较侧重于做研究方面 理论研究是实务的一个前提 它能够提高你的思维训练能力 但是法学毕竟是一门经验科学 你只有真正的深入到实践之后 你才能掌握到一些 你在课本上学习不到的知识 就能够在律所专业一两年 然后提高自己的法律实践能力 问一个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 说一下商业秘密的判断标准 第一个 看它是否具有秘密性 第二 是否是采取了一定措施 对这个秘密进行保育 第三 是否能够为公众 轻易获取的这样的一种信息 那你有考虑过 你将来在哪一个 乘境然后去练习 还是主要聚焦于国内的 对虽然是有牛津这样的一个 但其实在英国职业 受到的阻力还是蛮大的 你在前面自我介绍的时候说 你想在律所做个两年 熟悉一下司法实践 律师实务 那我想问的是 你做了一段时间 有了这样的一个感受之后 你还回去去从事你的研究工作吗 我觉得这可能得取决于 我在律所工作这两年的整体感受 继续在律所待着 或者是投身学术界 也有可能或者是说 像回到知识产成这样的 国际组织进行工作 对 所以未来还不确定 对对 因为我觉得律师行业 如果要走的话 是一个非常大的 这样的一种承诺 就是往往需要你八年 或者是更长的时间 才能达到一个 像合伙人这样的一个级别 所以就我现在这种情况 从来没有在律所实习过 也无法确定 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这一行业 所以我觉得没有办法 在这么等的时间 就制定一个八年的职业规划 我觉得这样不太现实 好 那要不我们面试就到这里 好 好 谢谢各位律师的时间 谢谢 好 谢谢你 做理论研究比较擅长 对 实务实操 并没有真正地去实践过 对 很少有实践 就像我刚才总结他的一样 就是 有忧郁气质的一个学霸型人物 各位律师好 我叫许文婷 今年是24岁 我的本科与研究生 都来自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院 研究生阶段 参与了法大蒙大国际组织 后卫人才培养项目 然后赴蒙特利尔大学 就读了一个国际商法项目的LM学位 我也在国号律师事务所 京都律师事务所 和高文律师事务所等律师事务所 都进行了实习 贵所也是一直以来 我都非常向往的律师事务所 所以说如果各位律师 能够给我这样一个 宝贵的实习机会的话 我也会尽全力的去完成好 每一份工作 然后也是会非常认真负责的 去对待这份实习 谢谢 谢谢 自我介绍做得非常完整 这个看起来做了非常好的准备 所以你在你过往的实习 律师事务所的实习经历当中 你觉得自己最获得有成就感 或者价值感的部分或者点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可以 最近的一个是在高文律师事务所 进行的实习 然后当时其实会有一些 跟我专业相关的 比如说301调查的 撰写的工作 当时会让我觉得 原来我也可以参与到 这么重要的事情当中 对 然后这个是让我当时觉得 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你对你未来的这个职业方向 你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吗 最最最倾向性的 还是做仲裁方向 为什么呢 就是这么笃定选择 一个职业的方向 从高中开始 经历了比如说 像Legal High什么的洗礼 那个时候开始 就对诉讼律师 有一种自己很向往的感觉 对这种是 就是有一点像 根植于心的东西 你就没想过 在这个过程当中 逐步的调整自己的心态 和自己的能力 所能驾驭的范围 最终才确定 我是选择哪个方向 而不是现在就给自己定了明确的目标 您说的很对 就是我也没有 就是说我一定是 框死我自己 我现在是最感兴趣的是 诉讼方向 她有做诉讼的前置 对 表达是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也很大 带人接物啊 跟人打交道 情绪调整也是不错的 然后关键的关键 我觉得是 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比较明确 我反复地测试了她 反复地问了这个几个问题 对 对吧 一直就是想 我一直以为你们想跟我抢人 不是 我其实想把就是 想干扰她 把她拉出来 看看你会不会 一经别人说游说 我就是 对我也想试试看 对 我觉得她这点上还是挺好 非常坚定 她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准备 从来简历来看 对 做了很多年的准备 可以 看看下一个位 好 请进 不会开门 请进 推 对 请进 请进 坐吧 你好 你好 老师好 那简历是吧 对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各位老师好 我叫张雅琪 我是一个射牛的流血草根 很开心今天能够来 慢慢 不好意思 射 射 射牛的流血草根 流血草根 这里面转了几个弯 好 继续 我来自小县城 从班上倒数到本科 来到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专业 拿到国家奖学金 再到研究生波士顿大学 拿到国际商法认证和法学英语认证 这一路上跌跌撞撞 但也一直在努力向上走 我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 自己做自媒体 说脱口秀 然后还非常喜欢跳舞 喜欢各种运动 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 静天工程参加律所的面试 我的确会有点担心自己的学历不够高 会没有别人实习多拿奖多 我会害怕失败 会担心自己被别人嘲笑 但是我更害怕自己没有尝试 所以说今天我很开心能够来到这里 能够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 成为静天工程参加律所的一份子 来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同品共振 谢谢老师 我自我介绍完毕 非常好 你的顺牛直接感染到了我们 还好 我现在还是压抑状态 挺有意思 我看到你有十五项兴趣爱好 对 现在还保持着几项 现在我都喜欢 你是主播是吗 这个是不是一个兼职的状态 你现在也会播吗 算是兼职的状态 对的 我想问一个问题 因为其实你从一五年 然后你就开始读法律本科 然后一直到二二年 但是其实在你的简历上面 其实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是在法院做实习 接下来在去年的九月到今年的六月 在美国的律师事务所 那你没有想过说把你一些爱好 或者说是做直播的时间 用来做法律实习吗 我是这样子的 就是因为我是学法律 所以说我觉得我有一辈子的时间 可以来当律师 但是我二十多岁 在我还可以选择 其他方面的时候 我想要尝试一下 这样 对 你以后注意啊 如果跟客户讲话的话 你不能一直这样 是吧 你不是做直播 我现在就注意 好 行 那差不多就这样 好的 好 谢谢你 谢谢老师 好 谢谢老师 实习生还是性格很有特点 对 我觉得做朋友 我觉得他的性格是真诚的 而且非常乐观 然后有很多的正能量 但我会比较有一些顾虑 就是他的性格 可能不是每一个客户 都会接受的 可能有些客户 他会看到 在开会的时候 他的过于活泼 可能会让客户有一些的顾虑 请进 各位律师好 你好 这是我的简历 谢谢 各位律师好 我叫梁薇 毕业毕与苏州大学的法学专业 目前通过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和日语能力的集考试的恩一 我是一个比较沉稳 并且比较坚毅的人 有志于从事法律行业 就像我写在简历的那样 我比较固执 也比较 比较什么 比较固执 固执 固执 固执长情 是吗 是吗 他写了固执写长情 好 深知法律之路 道足且长 但是也自愿自献风险 我想问一下 你的简历用了很大的一个篇幅 做了一个Hello的设计 是 能看出来 从你的纸张的厚度 底纹 包括整个设计 是由你自己的想法的 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想法吗 相比其他千篇一律的 黑白底 或者说蓝白底的那种简历 可能有这种简历 会第一眼地 读得各位面试官的眼球 然后这样也会留一个 比较好的印象 喜欢看动漫 初中的时候 第一次涉及了动漫 你在三次元世界里面 如果觉得压力非常大 不妨逃离到二次元世界待一会 顺便学了日语 顺便学了日语 对 我看那个是19年9月到23年6月 所以现在是本科毕业 所以也没有打算继续读研 我的职业规划是成为一名律师 那么对于律师而言 学历可能只是一个门槛的作用 如果有幸能够进入咱们 静天工程律师事务所的话 那就没有必要去卷学历这个东西 也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这个好像天下也没有很多必然的事情 是 你认为什么是一个优秀的律师 这个标准是什么 其实可以用 静天工程官网上 那个四个名词来解释 专业 包容 评论 他抢了我的台词 中规中矩 然后这个从头地简历来看 是花了点小心思的 但是职业的过往的经历和实践的经验来讲 其实没有什么太有价值的实习经历 我觉得他其实是有蛮强的孩子气 包括你看他的简历里面 是一些很煽情的这种表述方式 当然这些我觉得是好的 就是他其实是有去做功课 他让我觉得他是有可能调教出来的 各位律师好 大家好 我是汪玉彤 今年六月 我于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毕业 我的本科专业是法学经济法方向 本科计典为3.80 并一次性通过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今年九月 我将赴香港大学 攻读LLM项目 今年底去港大的这个事是已经定的是吧 那边已经录取你了 对 所以如果我们录取你作为实习生 并且最终有机会留在我们所 那你会怎么选择呢这个事 主要时间上会有一点冲突 但是我了解到不是说 offer可以保留吗 就是因为春招和秋招 不都是有一 就是可能一年或者半年的年限吗 有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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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然后我们看到你的实习 有诉讼的实习 也有非诉的实习 你自己倾向于哪个领域 未来从事的话 其实我也 我当时也咨询过我的代教律师 或者我的一些学长学姐 就问他们 你们觉得我更适合是诉讼还是非诉 他们就说 你现在没有办法决定呢 你必须要去大量的实习 然后甚至是你工作的时候 要去感受 你才能判断好你的职业方向 所以我就是想多体验一下 就是诉讼和非诉 我都希望接触一下再决定 也对 也对 这个说法也对 但是听起来就是 你比较容易受别人影响 学姐学长 然后别人说的 家里人说的 对 其实我主见 就是可能 不是特别有自己主见 但是 但是我会 我会努力就是 成为一个有主见的人 你一直没有主见 一直听别人的 怎么行呢 你律师必须要很多时候 独立地做出判断 拿出一个明确的意见 对吧 你是不是那种很乖乖女的性格 就是无论是父母也好 老师也好 还是未来带交律师也好 给你布置的任务 你都会 踏踏实实完成的那种 我 就是 我的形象 应该是一个乖乖女的形象 但是我这两年也在不断地 其实会有一些改变 我上了大学之后 发现 不能太乖乖女 还是要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也在不断地调整 我觉得蛮适合飞速的 我觉得 诉讼不是很适合 没有 没有与人沟通 或者针锋相对的那种 对 攻击性会差了一些 老师们你们好 我是朱川盈 英文名Kimberly 今年24岁 来自香港 我在香港大学法律本科 融入毕业 复修会计 本科时期 我获得 IFA Taxation Prize 和 PWB Memorial Prize 两项奖学金 本科毕业后 包括大律师 事务律师 还有法律行政人员 我也是模拟法庭的导师 我希望用我的法学知识 和创新的想法 为人民服务 谢谢 好 然后如果加入今天的话 你觉得优势在哪里 优势是在 因为我学的是香港的法律 跟普通法 然后香港在国家一带一路 和十四国规划中 是扮演着很重要的 法律及争议解决中心的地位 尤其是我们 今天工程这么大的律所 肯定也会有很多 涉外的业务 比如说 我觉得我在香港 一些教育背景 和对普通法的了解 是绝对能够 让我有更优越的条件 为内地的企业和客户 提供一些 原善的法律服务 我不会是过来晚晚就算了 我会努力人 我的目标是 争取你们的提供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不会担心 你的普通话 然后会成为你生活 或者工作当中的一个挑战 你们觉得我普通话讲是怎么样 他普通话挺好 讲的基本上我都听懂了 谢谢 这我不好说 给你们来说 我觉得他的回答 还是淡定的 还是淡定的 对 成熟度很高 对 比较诚恳 这个度很舒服 对 情绪也很稳定 稍微有一点点紧 有一点点紧 有一点点紧是正常的 但他在这样紧的环境下 能这样去对答 我是觉得 无论是沉压能力也好 还是基本的 成熟度也好 那都是没问题 是 好 请进 各位律师好 你好 这是我的简历和一些能体现我的法律写作和法律检索能力的文件 请各位律师过目 好厚一本 各位律师好 我叫胡明浩 目前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研究生三年级 本科毕业于山东大学法学专业 在2021年我以第一名的成绩 考入了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 并且在同年通过了国家法律司法考试 我一共参加过四次JESUP文件法庭竞赛 和两次茂仲威的竞赛 在科研方面 我担任世界贸易组织任命的专家组成员Azif Qureshi教授的科研助理 您右手边的下面那份资料就是我跟其他两位科研助理一起撰写的Azif Qureshi教授即将出版的一本专注中的一章 然后您右手边上面的那份资料是 在2021年我们撰写的JESUP国际赛的memo 这一份法律书状在全球取得了第21名 在2023年举行的JESUP国际赛中 我们取得了国内赛的记者 并且我个人取得了全球赛的前50强变手 在社会实践方面 我曾在南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和深圳国际仲裁院案件管理五处进行实习 并且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 我也一直参加了学校里的公益法律服务组织 进行一些无偿的公益法律服务 以上就是我简单的自我介绍 谢谢各位律师 小伙子这个很优秀 想做诉讼是吗 是的 我目前的比较倾向的方向是做诉讼 诉讼和仲裁的区别是什么 说说看 第一个就是对于诉讼来说 诉讼没有审级和专属管辖的限制 仲裁的话只要有一份有效仲裁协议 就可以到仲裁院进行仲裁 第二的话就是审级制度的不同 仲裁的话是一裁中局 顶多可以去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但是法院的话就有一审二审中审这些制度 第三的话仲裁员是可以由双方指定的 双方如果指定不成就由仲裁院的院长 或者其他的仲裁委的委员指定 但是去法院的话是没有资格和能力 选择自己的法官 只能提出法官回避的要求 第四的话就是仲裁具有保密性 一般情况下是不能够向外界公布 他的案件情况或者裁决书 但是法院的话是以公开为原则的 补充责任和连带责任的区别 连带责任的话就是多个连带责任人 都共同地承担一个责任 然后债权人可以要求任意一个债务人 承担全部的责任 但是补充责任的话是有一个顺序的 是要由第一个债务人首先承担责任 不足的部分再由连带债务人来补足 没问题 所以在这个新的情况下 你会举办公司吗 是 如果你是答应者 你会怎么办公司的讨论 第一的话 我会说 UN charter 已经成为70-80年代 然后时间已经改变了 因为当初 UN charter 已经成为了 免国家务人 不是那么强烈 但最近 亿免国家务人 都会变得更加强烈 而且他们使用更高的技术 所以 让他们更危险 比一些小国家更危险 各位老师好 我叫黄凯 来自福建泰宁 今年28岁 目前在清华大学 读法律硕士二年级 本科毕业于福建医科大学 专业是康复治疗学 你是怎么会 在工作以后又想到来读法律的呢 因为我是我们村子里 第一个考出来的大学生 然后高考出成绩当天 他给我打了一通电话 他当时给我的建议就是说 你要学医当老师 因为可能在 就我是农村的 我家也是小县城 然后他可能认为 在这种地方出去的孩子 你可能选择这样的路径 是比较稳妥 但是当我选择医学以后 我发现我读大学这几年 并不开心 然后等到毕业以后 我就有遇见一些优秀的人 可能对我的价值观 产生了一定的改变 他对我说读研挺有必要的 所以当时我就有考研 一共是考了五次研 读研期间 我原本的职业规划是走体制内 因为我研究生毕业的年纪是三十岁 这个年纪再去做律师的话 面临的挑战会更大 所以我一直没有勇气 向律所投递简历 当我看到贵所 这一次招实习生的时候 我想勇敢且尽全力地争取一次 不让自己后悔 如果你来做实习生 做律师开始 你这个年龄可能跟人家 刚刚本科或者硕士毕业的 那是处在同一年级的 能不能接受我是从一个 年龄比人家大 但是我是从零开始 跟人家一张白纸 跟人家在这个来过上的竞争 老师关于这个心理的话 其实我在读研这一年 我自己已经就是调整好了 读研的时候我同学 几乎都是小我四五岁 对对也是 在这个过程中 我一开始可能会觉得 就是你大量读研 你会有自己痛苦的一些地方 但其实时间就有了 你发现 你的人生是跟自己去比 我如果老师跟别人比 我会成长得更 就是更没有那么好 当我跟自己比的话 我会发现 我达成了我之前所向往的 而且也有很多律师 他们可能在我这个年纪 才开始做律师 我觉得是可以去做好的